哈喽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美味 做法又非常简单的柠檬酸奶小饼干 配方里的酸奶,大家最好用无糖的原味酸奶 黄油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 在黄油里边加入糖粉 先把黄油和糖粉稍微搅拌一下 如果马上开动打蛋器的话 糖粉会溅得到处都是 就这样稍微搅拌一下 表面看不到明显的糖粉 然后就可以开动机器 把它们搅打均匀 搅拌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 只要搅拌到看不到白色的粉末就可以了 搅拌好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擦入一个柠檬的皮屑 擦柠檬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擦一下就要换一个位置 不要把柠檬皮下边那层白色的擦进去 不然饼干吃着会有苦味 擦完柠檬皮屑以后倒入奶粉和酸奶 酸奶最好用常温的 然后再用打蛋器把它们搅打均匀 倒入酸奶以后刚开始打发会出现油水分离的现象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不要害怕 用打蛋器继续打发 打的时间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点 大概要一分多钟吧 就继续的搅打它 过一会儿油水分离的现象就会消失了 打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和泡打粉 再用刮刀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至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然后把拌好的面糊装进裱花袋里 用刮板这样刮一下 这样面糊就变得整齐了 然后把裱花袋的下面剪一个小口 这个时候就可以预热烤箱了 烤箱预热170度上下火10分钟左右 烤盘里边铺一张油纸 然后就可以很随意的把面糊挤在烤盘上 大小都无所谓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记 建议大家不要挤得太厚 薄一点它烘烤的时间也短一点 如果看到这个饼干面糊的表面有凸起的地方 可以手指沾一点水 把这个凸起给它摁回去 然后把它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用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左右 烹烤的时候要随时观察上色情况 看到颜色合适了 时间差不多了 就把它取出来 放在烤架上晾凉 刚烤出来的饼干热的时候是软的 凉了以后才会变硬 如果这个饼干你一不小心挤得有点厚了 它凉了以后中间也是软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饼干再放回烤盘上 表面盖上一层锡纸 然后再把它放回烤箱里 用上下火170度烤10分钟左右 等出炉再晾凉 中间差不多就可以变硬了 这个饼干加了柠檬和酸奶 味道非常好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 如果大家想收藏查看更详细的图文菜谱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幸福的眼泪 如果小伙伴们做了这款饼干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 爱从我来交作业哦 这样不要紧不过